《甲语真言》 检查过关 赵长海在海关工作了一辈子 这会儿要退休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 他在1949年以前就到海关工作 当个打杂的 那年头找工作可不容易 人家都说海关、邮局这些地方都是铁饭碗 所以赵长海找到这份打杂的工作 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那年头洋人做主 赵长海刚进来时才16岁 什么也不懂 只听见比他年纪大的中国人说 中国的海关洋人靶着 有点气不过 这给赵长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是个小青年 热情高 血气方刚 很快就被当时的地下党组织看中 争取他入了党 不到两三年功夫 共产党就当了政 赵长海不到20岁 就当上了一个副科长 赵长海从小就喜欢读书看报 从地下捡起一片撕碎的破报纸 他也要读一读上面的字 他戴一副近视眼镜 个子也不高 看上去像个书呆子 他这个人一向都很听话 上面说什么 他就照着干 从来都不提出疑问 当副科长时就听科长的 这当科长的自然喜欢 觉得赵长海这人老实 肯干 而且听组织的话 科长逢人就说 赵长海在听党的话方面是个模范 我叫他干啥 他就照办 事情做不完 就自动加班加点 毫无怨言 这种甘做驯服工具的态度 人人都得学 这个科负责检查从海外进来的信件 书报 杂志 科长本人懒得很 因为他是个大兵出身 认不得几个字 所以什么都叫赵长海看 赵长海虽然也不过才上到初中 可是他喜欢读书看报 所以知识水平不断提高 科长把什么都推给他 他郑重下怀 有时到了下班时间 他的东西还没看完 他就接着干 干到八九点钟 那是常有的事 那么看完之后 哪些东西可以进口 哪些东西要查记没收呢 当然海关条例中有一条说 凡是对政治 道德 健康有害的东西 一律不准进口 但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对政治 道德 健康有害的呢 谁来掌握这个标准呢 这就得由科长来决定了 这位科长虽然是个大老粗 可是人很激井 而且会察言观色 很能领会中央的精神 他的决定一般都还能使上头满意 赵长海是一句话不说 什么意见都没有 任何事情都请示科长 都让科长说了算 这两位就这么着 竟然也混过了好几次政治运动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都还稳坐泰山 文革开始 科长已经有所觉察 所以宁左勿右 什么外面来的东西都扣住不放 有一回 有人从海外给一个在国内的亲戚 寄了一本韩素因女士 写的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书 书名叫东方红 有人议成早晨的洪流 赵长海心想 这本书大概也许可以进 不过他还是和平常一样 拿去给科长看 这科长没听赵长海的话 拿起来翻 翻到一张毛泽东到重庆 同蒋介石谈判时 两人握手的照片 他立刻就说 把这书扣住不准进 可怜这位小科长虽然精明 但是上面的派系之争 他哪里能猜得到 所以类似这样的书或杂志 按他的意思扣住 却得罪了一些人 结果文革时 红卫兵把他整得够呛 他心里憋气 心想 我怎么算得准 谁会占上风呢 这占错了对还了得 这么一想 精神加倍紧张 长期这么绷紧了 小儿还了得 果然文革刚一结束 四人帮一倒台 他就一命呜呼了 大家都说那是他太兴奋了 以致心脏压力太大 他受不住了 赵长海在文革中 虽然也被揪斗了一番 不过他平时一句话都不说 别人什么把柄也抓不着 他出身又好 17岁就入党 别人还有什么话说呢 文革期间 他什么也不参加 更不用说占什么队了 他干脆埋头学英文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英语书 四人帮一抓起来 他的英文还真学得 差不多能看书报了 文革之后 大部分人都官复原职 他倒还升作科长了 人家都说 赵长海运气好 连干校都没去过 因为海关工作不能停 而那些老干部 或者什么造反派等等 都靠边的靠边 死的死 倒台的倒台 只有他还有经验能顶事 所以没法去干校 他老先生 还是照看他的信件书报 那么现在的标准又怎么定呢 多年的经验 使赵长海得出一个结论 凡是与当今当权者有关的 不管好坏 一律扣住 其他能松就松 这年头改革开放 稍有黄色的书报杂志 也都可以放进去 可是要提到什么人权之类 民主之类 当然一律扣押 他算了算自己年龄也不小了 花甲已过 在这个地方还能待多久呢 何必紧张 前科长的教训不能不记住 他想这改革开放政策 看来一时半会儿的还不会变 将来要是有变化 我也早离开不干了 现在他能看英文 眼界扩大了许多 有时候他还能看到一些私人信件 他虽然还和以前一样 跟谁都很少讲话 但是心理的变化却很大 对自己这份工作的看法 也有极大的改变 可是别人却一点都看不出来 他还是上班下班 该查禁该扣留的还照样查禁扣留 该没收的就没收 原先这些查禁扣留 没收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拿去烧掉 有专门人来取 专门干这件事 或者把有些东西留下作为内部参考之用 现在都没人管了 乱七八糟 尤其是一些新来的青年人 更不把海关检查当一回事 扣下没收的书报 他们还偷着拿回家去 要是上头问起 他们就说是回去检查 赵长海看见这种情形 也就只做不知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现在他要退休了 不能再拖下去 他觉得舍不得 倒不是他对工作有什么兴趣 老实说 他并不觉得自己对国家有什么贡献 因为他现在认为 禁止入关 扣押没收都不会起什么作用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末期 现代的通讯工具太先进了 什么电话 电传 传针 甚至电脑上的什么电子邮件之类 什么信息传不过来啊 无知愚昧 解决不了问题 这就像一个人 防止细菌 只能到一定程度 更重要的是自己本身要健康 要有抵抗力才行 得了艾滋病的人 即使放在一个完全无菌消毒的环境中 也是不行的 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已经被破坏了 赵长海觉得自己的工作本身 早已是一种过时的落后手段了 不过他一离开工作 就看不到许多在家看不到的书报杂志 这才是他真正舍不得的地方 他这方面早已有所考虑 不过他一向一言不语 别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埋头工作的人 而赵长海却深知中国祸从口出的厉害 所以他的心思 别人是绝不会知道的 他这几年一直在考虑的 是谁将来接他的班 有人说他儿子可以来 他本来也是这么想 可是再往进一步想 觉得还是不妥当 儿子自己的前途要紧 待在海关算干嘛的 还是远走高飞 哪怕去给外国公司当个买办 也比在这儿强 果然他的两个儿子都公费出国去了 一个去德国 一个去英国 当初他还想得很周到呢 心想别叫两个儿子都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去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好 将来万一有什么变动 说起话来也有个余地 当然他没想到东德垮台 柏林墙给推倒了 他儿子原先在的莱比锡大学 也都回归西德了 大儿子在伦敦 学的是医科 竟然在哈里街找到了一份工作 据他最近来信说 现在美国有三个地方要请他去 他正在考虑 赵长海的两个儿子有了着落 他也放心了 而且好几年前 他已经物色了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这是个文革后才出生的 现在才三十出头的青年 思想开放得很 可是又很听上级的话 这一点是最要紧的 他说的政治上可靠 就是指的这一条 他看中了这个小伙子之后 就慢慢开始做工作 先是造舆论 在工作人员中造成印象 觉得这小伙子精明能干 能够把关 同时 他也不断地向上级透露 这位小年轻如何靠得住 工作又如何努力等等 久而久之 上级也有了一个很明确的印象 到了赵长海现在真的要退休了 这职务就像瓜熟地落一样 就落到了这位他选中的接班人手里了 赵长海离休之后 物质生活不成问题 精神生活不减当年 更是丰富 他和他老伴两人 有时看书看到半夜还放不下来呢 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 那个小青年不断送书上门 其中包括毛泽东私人医生 写的一大后本回忆录 还有许家屯这位原先香港新华社负责人 移居美国后写的书 也是一大后本 赵长海逢人就说 海关检查工作就得找靠拢组织的人 那种离心离德的绝对不称职 全文完 也就是那种离心离德 所以说得太多了 就要求你一个人的离心离德